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近日,林志炫在最新播出的综艺节目中意外摔下舞台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节目中,林志炫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短裤 外面还搭着白色的流苏外套 脸上还戴着黑色的眼镜 舞台上的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唱着歌 表情十分投入 结束唱歌后,林志炫一边对着观众拘光 一边往后退,但是因为她正沉浸在音乐当中 所以并没有注意自己的身后一脚踩空从高空跌下 随后,镜头转到台子下方 只见林志炫站立在下方 正在向观众们和队员挥手示意自己没有大碍 紧接着便跳上舞台 在队友的搀扶下回到后台 在他人询问时,林志炫也一直是笑着的状态 并不想让别人为自己担心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林志炫表示因为自己掉下舞台 破坏了观众们的沉浸 对此她表示非常遗憾 对自己感到十分自责 林志炫在讲话的过程中 声音逐渐哽咽 最后没忍住 流下了眼泪 她还强调自己哭并不是因为受伤身体疼痛 而是没能把舞台做好 在节目播出以后 林志炫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表示因为自己在最后摔下舞台 而打扰到了最后的沉浸 对此她感到十分抱歉 她还透露自己摔下舞台后的第一想法 就是赶紧站起来回到舞台 就算是爬也要爬回舞台 林志炫作为一名专业歌手 每次都尽自己所能的将舞台完美的呈现出来 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她对自己也十分严格 这也是为什么粉丝 不只是将她当作为一名普通的歌手 而是演唱家甚至是艺术家 她的专业精神值得每一位歌手去学习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 谢谢